兩年開五次刀抗癌防重 兩個月賣出五千六百萬房子 我前前後後一共開五次刀 我人工血管就開兩次 乳癌切除的時候開了一次化膿 我又清創了兩次 這一年九個月的治療過程當中 其實比別人更艱辛 中間的過程其實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身體的不舒服 然後心理的壓力 然後經濟的壓力 所以其實我去年憂鬱症很嚴重 談起抗癌經驗 一派輕鬆 侃侃而談 37歲房仲蔡永喬 把抗癌的心路歷程當成吃捕 不僅樂觀 還能在賣房子上創造家機 可是其來有志 蔡永喬出生單親家庭 記憶中父親這角色 似乎沒太多痕跡 從小的話是阿公阿嬤帶大 但是就是因為家裡 經濟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其實我很小就開始打工 辦公辦獨這樣 因家人經商失敗負債數百萬元 也造就他早熟負責的個性 我覺得就是做人就是要負責 今天這個事情發生了 那我們就是想辦法去解決 我覺得就是我們就是努力工作 去把這筆錢去還掉去出力掉 加油站啊麥當勞啊一般那種工作 其實都做過 一天工作最多幾個小時 從小朋友的時候到現在 十六十八小時跑不掉 高中畢業到日月光 做了三年業務員 又到通訊行工作九年 像日月光的時期就是 一定是每天加班 所以就是十二個小時 那如果是之前做OPPO門市的時候 那他就是從開門一直到關門 甚至還延長營業到十一點十二點 打工時期是至少兩份 但是後來如果是正值時期的話 就是工時拉很長 經濟上的壓力來講的話 讓我很衝啊 在事業上面就是會放得比較重 家境不好的蔡永喬 寧又借助親戚家 長大後四處租屋 我從小都一直是 寄住在別人家裡 那我就很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 有一個很穩定的感覺 一直努力想著賺錢 賺到屬於自己的家 在通訊行工作時 因擔任店長長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 在通訊行那邊 就是可以學到很多 這九年來的經驗 其實我學最多的就是 怎麼跟人相處 怎麼處理 先去傾聽他 對於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 先同理他 理解他之後 然後再去想辦法幫他處理 沒想到正當在衝刺事業時 老天爺對他開了個大玩笑 他檢出乳癌三期 並開始一年九個月抗癌生活 2019年7月開始接受化療 每三週一次療程 加上使用標靶藥物 身體不堪負荷 到去年二月動刀切除 歷經五次手術才保住生命 直到今年二月也才結束療程 而因化療也辭去通訊行工作 後來轉了上班時間彈性的防重工作 才開到後面多久他就急著上班賺錢養家 身心壓力過大因此罹患猶豫症 我那時候就是自己我知道我有病逝感 我知道我自己生病了 一開始是先吃藥 但是因為那時候我的負面情緒就是比較低落 前年開始化療的時候那時候真的是想放棄啦 速度有自殘念頭時就想起了家人朋友 我再難過再想死 我都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選擇做了這件事情 我不會難過 可是我愛的人會很難過 憂鬱症 他說其實就是腦發炎的一種 他不是心理生病 他其實是腦發炎的一個狀況 那時候藥物沒有辦法提供我協助的時候 我那時候痛不到我真的是有點類似像就是爬過去的感覺 拿著錢去跟醫生說拜託你幫我做這個 就是腦磁波的治療 打完這個腦磁波之後 其實我整個情緒就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一直沉浸在這個負面的思維裡面 我在治療我的憂鬱過程當中 其實是除了藥物然後腦磁波之外 我還就是強迫自己穩定的工作 不會那麼低落 我前前後做了三次的腦磁波 應該就是差不多了 那我就是再重新投入職場之後 全力的去做我的工作 去年八月離開職場養傷休息 三個月後換到另一家房仲門市 把自己當白職有課程就去上 不懂的地方就請教學長姐 進來這個房仲的初衷其實很簡單就是 因為我想要有一個家 真的在進來之後 我發現很多人跟我一樣 可能也是租房只租了一輩子 那就會很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家 那我帶你來看主臥室的部分 對 它每個房間都 採工都非常的好 那這間主臥室的部分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的廁所非常的大間 所以我覺得在過程當中 能夠幫客戶圓夢 也是在幫我自己圓夢的過程當中 這個成就感我是覺得很滿足 就是會比真的就是說 去一般的銷售 就是你只是賣一個東西給他 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成家 是每個人心中的一個夢想 一個理想 那如果我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給他一點幫助 然後陪他一起完成這個夢想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他把在手機門市經營粉絲團的經驗 運用到賣房子上 在IG與Youtube分享房地產相關事物 因此第二次入行 第二個月就有成交紀錄 它是會在明城路上 美術館第一排景觀的好宅哦 它是永久動具 不但屋況好 還有平面搭車位 今年疫情5月爆發 但蔡永喬卻在這個嚴峻時期 獲得百萬經濟人殊榮 兩個月以販售超過5600萬元房屋 賺取百萬元佣金 疫情期間的話 我就是 我每天一定會就是跟客戶聯繫 回復說有興趣的物件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確認這個物件能不能帶看 如果不能帶看 我就會去現場 去幫他做影片的拍攝 如果說可以帶看的話 其實我都還是會持續約看 還是維持自己至少 每天至少要8到10個小時 是在工作狀態中 坦然面對自己的癌症與憂鬱症 一路走來更懂得珍惜身邊周遭的一切 我覺得每個人 每個人他都有他需要面對的功課 其實比我更辛苦的人還是很多 如果不是生命中有這些人的話 其實很難靠自己 在這一波就是生病過程當中的時間 其實我感受到很多朋友對我的關心 很多家人對我的關心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之前沒有遇到的 我都是點滴在心頭 之前一直忙於工作 我的工時很長的狀況下 其實我忽略了身邊很多人 能夠互相交流 陪伴的關心的一些機會 我覺得神會讓我遇到這件事情 可能也是因為要讓我去經歷 就是身邊的人對我的愛跟關懷 他現在的心願就是幫客戶圓夢 也希望有一天能夠賺到自己的理想家 我們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我們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他有很強的企圖心 那當然現階段可能遭遇了一點點挫折 但是並沒有阻礙到他想要往前進的力量 他在分析事情其實是很細膩的 那談話的態度也很誠懇 我們長期也規劃他未來會成為公司的主要幹部群 有一天也能夠成為一個房仲的店長